雷锋网AI科技评论案 在之前的文章Uber论文5 原本宣告神经电化新时代中 我们介绍了Uber AI Lab 在深读计划算法方面的研究成果 从多个角度展现了计划算法 解决常化学习问题的能力 也展现了计划策略 与提度下降之间的联系 这些研究成果非常精彩 给人启迪 不过当时我们没有提到的是 这些成果消耗了相当多的计算资源 实际上论文中的实验 是在720-3000个CPU组成的 大规模高性能计算机群上运行的 这样的机群固然有充沛的 计算能力运行进化算法 但在Uber AI Lab的研究人员们看来 这种级别的计算能力要求 也就把领域内多数的研究人员 学生、体验以及爱好者拦在了门外 今日Uber AI Lab开决了一组计划算法代码 它的特点是可以高速同时 也更加价地进行进化策略研究 根据介绍 设计是今网络版Azary游戏的时间 可以从原来在720个CPU组成的机群上 花费一个小时 到现在在一台桌面及电脑上 只需要4个小时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它极大的刷新了 我们对进行这类研究所需的资源多少的认识 从而使更多的研究人员能够重手研究 雷锋网Ai科技评论 下面对其中的改进 做个详细的介绍 神经减化技术是解决只有挑战性的深层强化学习问题的一种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 如Azary游戏以及魔法人类运动 图示出了又简单一传算法训练的深度神经网络的行为 是哪些修改使它更快 结合在单台计算机上运行 实际上拥有多个虚拟内核的现代高端桌面PC本身 像一个中型计算集群 如果能正确的运行执行训练过程 在720个核心上 如果需要运行一个小时的训练过程 在带有48个CPU的个人计算机上运行 就需要16个小时 这虽然也是较慢的 但不会令人忘了却步 不过 现在台试机还有GPU 它们运行深度神经网络的速度很快 的代码 能够最大化并行使用CPU和GPU 它在GPU上运行深度神经网络 CPU上运行要训练的这个任务 例如电子游戏或物理防军器 并可以在每个体当中 并行运行多个训练过程 从而可有效的利用所有可用的硬件 如下所述 它还包含自定义的Turtive Flow操作 这显示提高了训练速度 允许在GPU上进行训练 需要对神经网络的计算过程 进行一些修改 在Uber My Lab的研究人员的设置中 单个神经网络在单个CPU上的速度 比在GPU上更快 但是GPU在大批量类似的并行计算 例如神经网络的钱块传播 是有很大好处 为了尽量榨干GPU的计算能力 它们将多个神经网络的钱块传播 就合成P次 这样作在神经网络研究中是常见的 但通常是同一个网络处理不同的输入 然而 进化算法中上 有一批坛数不同的神经网络 但是即使网络不同 也可以用同样的做法进行加速 虽然内存的需求会相应增加 它们用几本的Test Flow操作 实现了神经网络群的批量操作 并且它产生了大约2倍的加速 把训练时间减少到了大约8小时 不仅如此 研究人员们还觉得它们可以做得更好 虽然Test Flow提供了所有需要的运算指令 但这些运算并不那么适合于这种类型的计算 因此 它们添加了两种自定义的Test Flow运算 加起来可以再把速度提升2倍 相比在之前一台机器上 最初提到的16小时 将训练减少到大约一次小时 第一种定制的Test Flow运算 显著加快了GPU上的运算速度 它是专为一个神经网络计算定制的 在RL领域 每部运算操作所需时间 具有不同的长度 这个Otary游戏和许多模拟机器人 学习任务中是确实存在的 它允许GPU只运行需要运行的那几个网络 而不需要在每次迭代中的运行整体固定的网络机 到目前为止 所描述的改进 使得GPU比CPU更具成本效益 事实上 GPU是如此之快 以至于运行在CPU上的 Otary模拟器无法跟上 即使已经使用了多处理库 做并进化加速计算 为了提高仿真性能 研究人员们添加了第二组定制的TESFLOW运算 这些将Otary模拟器的接口 从iPhone改为定制的TESFLOW命令 Reset Step Observation 并用了TESFLOW提供的多线程快速处理能力 因而没有Python与TESFLOW交互时的点形速度下降问题 总的来说 所有这些变化使得雅达力模拟器 获得了大约一三倍加速 这些创新应该可以加快任何有多个 并行任务实力的强化学习研究 例如Otary游戏或弄交个物理模拟器 这种多实力的做法 在强化学习中也是越来越常见 例如分布式深度Q学习和分布式策略梯度 例如A3C 只要有能力在GPU上运行多个网络 和即在CPU上运行更快的任务模拟器 挑战就只剩下了如何让计算机上的所有资源尽可能的运行 如果我们对每一个神经网络做了一个钱贵传播 询问它在当前状态下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那么当每个神经网络都在计算答案时 运行游戏模拟器的CPU就空闲下来了 同样如果我们采取了行动 并问任务模拟器 什么状态会从这些行为中产生 在模拟步骤中运行神经网络的GPU将空闲 入下图的左翼 如果改为了下图的第二色多线程CPU加GPU选项 从图中可以看到虽然改进了单线程计算 但仍然是低效的 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是将两个或多个神经网络 可以模拟器配对 并且适中保持GPU和CPU同时运行 就取决于准备采取哪一个步骤 神经网络互模拟器来更新来自不同集合的网络互模拟器 这种方法是最右边的流水线CPU加GPU选项 除下图又一所使 通过它以及上文提到的其他改进 使得我们训练400万参数的神经网络所需时间 降到在一台计算机上只需4小时 在RL中优化一个网络的种圈角度 蓝色款式任务模拟器 比如Atari模拟器 或在MojoGo这样的物理引擎 它可以有不同长度的运行时间片 直白的运行方式虽然使用了GPU作战性能力 原因有两个 一GPU的批大小为一 没有利用它的并行计算能力 二存在GPU等待CPU的空闲时间 反之一然 多显成方法中间允许通过多个CPU并行的运行模拟器 来减少GPU的等待时间 但是当CPU工作时GPU空闲 反之一然 Uber AI Lab 设计的流水线实现 又允许GPU和CPU有效的运行 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同时运行的多个GPU和CPU 实际上它们也就是这样做的 实验更快 更便宜后的意义 Uber AI Lab 的代码是研究社区的每一个人 包括学生和自学成材的学生 能够快速实验性地反复训练 诸如玩儿子二维游戏的挑战性深度神经网络 而后者是期间为绝 仅限于自己充足的工业和学术实验室的奢侈体 更快的代码会带来了研究进展 例如 天代码是Uber AI Lab 能够只花很少的成本 就可以为传算法展开一个广泛的超参数搜索 与它们最初报告的性能相比 将改进大多数Uber AI Lab 游戏的性能论文已经发表在Uber AI Lab 同样的 更快的代码也催化了研究的进步 通过缩短迭代时间来改进深度神经进化 使它们能够尝试更多的任务中的每一个新的想法 并且更长时间的运行算法 深度神经进化领域的研究 现在非常火热 除了Uber AI Lab 自己的研究和OpenEye的研究 最近也有来自Deep Mind的五个大脑和Sension的深度学习进展 Uber AI Lab 希望通过开源 使它们的代码 有助于这个领域的发展 以及最根本的Uber AI Lab 的目标 是向D进行这项研究的成本 使所有背景的研究者能够尝试自己的想法 来改进深层神经进化 并利用它来实现它们的目标 即便文中提到的48核CPU桌面PC 引起了一些争议 7K人民币的AMB Ray-Long Threadroom 1950×16核32线程 15K人民币的Intel I97980X E18核36线程 但也确实是十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论文地址 HTTPS OXYS OKBS 1712.06567 VIA Accelerating Deep Neural Revolution 3NOTA 3N Hours On a Single Personal Computer 雷幅 AI科技评论便宜整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